我们刚刚看到的社会福利 当然会让县民觉得很有感 不过交通建设更是县政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环了 我们知道县长您是出身 这个彰化浦新乡 对不对 而且您从县议员开始 一路到立法委员 而且在立法委员的时候 你参加还是立法院的交通委员会 所以您长期琢磨的 就是交通这一块 交通上面的专家 我们就来请教一下 您最近也提出了很多 交通政策上面的一个牛肉 不过大家一讲到彰化的交通 马上就想到中山高的彰化路段 为什么呢 因为每到连续假日也好 或者是上下班时间也好 会觉得说真的是有点难走 我们台湾的西部县市 多两条高市公路 只有我们彰化线一条 因为另外国道3号 它是绕到南口县 所以因为中山高 它比较比值 所以整个用路人 不管是在计程收费 油料 时间 大家都是走中山高 就造成中山高都塞车 我们为了解决这个交通的瓶颈 我们提出了 山横 山重 山铁 山桥 这样的一个交通路廊的一个建设 我们知道说路开到哪里 经济就发展到哪里 所以我们在 在三角路快速道路 希望能够把它建构完成 这条是西冰快速道路 现在已经这里在施工了 明年初就会通车 就全线通车 那三横呢 三横就是从大埔节水沟 张望市的大埔节水沟 到鹿港的阳仔错西 这是北横 中横就是原领的东西巷 然后现在已经核定了 要延伸到二岭到方苑 那南横就是二水道大城 就是三条横的 建构张望线三条横 三条重 田日行的 快速道路交通的路廊 打造张望线 30分钟的生活圈 所谓30分钟的生活圈 你再一个点 现在要到另外一个点 30分钟就能够到达 那三铁就是 台中间拉到张望市 然后轻轨再拉到鹿港 然后张望市铁路高架 那我们张望县政府行政中心 迁移到张望的火车站 打造张望的火车站 可以成为一个特区 那最后的就是三桥 就是三座大渡 大渡西的西桥 希望台中市跟张望县泉民 往来的时候 走一般平面的道路 不要再走高速公路 那桥盖多了一点的话 两线市来往的话 这样的一个交通的缩短的距离 就会越短 那我们刚刚也有提到了 所谓的三铁 就是那个铁路高架化的部分的问题 其实很多的县民 也非常的一个关心 到120年的时候 是可以通车的 对对对 但是我们都知道 先前双北草来草去 就是在讲高下化 地下化 但是这个彰化地区选择的是 高架 铁路高架化 请问是为什么 第一个就是 这个建制的一个工程费用 因为我们地方政府还是要来负担 所以我们选择还是高价比较便宜 但是最主要还是因为 我们有扇行车库 扇行车库我们是把它保留 还有我们铁道创意文化园区 也在这个彰化市的附近 所以考虑到成本 也考虑到风景 以及骨骑一连串的保存的效果 我们认为说高架化 是比较适合我们彰化县 好 那么刚刚县长 您除了提到了刚刚的这些愿景跟规划之外 有特别提到了捷运延伸的部分 对不对 就是台中银绿线 捷运绿线要延伸到彰化的部分 而且还希望做一个轻轨 把它连到这个鹿港 好 很多人就好奇了说 为什么会选择鹿港 鹿港是一个文化古独 鹿港每一年将近都有 一千万的观光客 所以鹿港它位在海边 它没有轨道运输对鹿港的发展 是很不公平 彰化县的观光旅客最多就是鹿港 鹿港刚好是有9万的人口 所以它整个包括外来的观光客 它这样的一个规划 将来这个轻轨的营运是不会亏钱的 其实我们彰化县来讲的话 130万人口 我们彰化市是占最多的 占了23万5000多人 所以我们台中的捷運延伸到彰化 就好像以前台北的捷運延伸到淡水 台北捷運延伸到淡水 那时候淡水才13万的人口 台中延伸到我们23万的彰化市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而且我们彰化市 在跟台中这样的一个消费的往来 是很频繁的 每一天 都有100万人是这样的往返 如果说能够用这样的一个 绿色的一个运输的话 可以降低我们地面上 这个机车也好 汽车的这个使用的意愿 那这样的话 也可以减少我们的空污 而且也可以对我们轨道运输的推动 会有很大的帮助 好 非常谢谢县长 不过我们知道谈到彰化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人口外移 我们刚刚讲到了台中 台中难免现在已经直辖市 所以它会有一个磁吸的作用 那这个部分的话彰化怎么因应 还有就是听说彰化 现在有一个构想 就是要建构成为长寿大县 会不会是跟绿能有关 因为通通都是绿色生活之后 自然就长寿了 是不是这样呢 好 有关这一部分的规划 我们稍后马上回来继续聊 中文字幕iri在打赏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